如果大家都不想選擇過股的時候,ETF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裡有四隻,例如第一隻比較大隻的XLV 還有它的公司什麼都有,例如剛才看到比較大名的Johnson Johnson United Hover 也有,Frieser 也有 所以如果大家只看得到整個大板塊,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譬如說,不是的,我對BioTech那類型的製藥公司比較有興趣 IBB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選擇的股票最大一般都是一些已經出了商業化的公司 譬如Sodernal 所以其實這個板塊是比較穩陣的 比起其他如果還未過FDA的一些公司的話 譬如第三個,醫療設備,有一隻是ETF,I-TRI 這隻也是專門選擇比較大的醫療設備 適合有兩間,譬如Metronic和Intuitive Surgical 它都會在裡面 所以就,是的 他們的比重也是最大的 也比較大的 還有一隻叫Fermalfisher 也在裡面 這隻如果大家了解過的,其實也是一隻很大的BioTech的公司 最後就有一隻如果大家覺得想找一些不確定性高一點 但是又不想選擇的 Cavie Wood這隻ARKG就是大家的選擇 這隻之前很紅的 是的 上去的時候 是的,上去的時候很紅 但是當然這個回報今年就不是很好 還有裡面的公司我都看過真的都不懂 都不太知道是什麼 但是反過來 你要找一些配星股 最大機會就是它這些 我認識像Novartus那隻 就是經常會看到它的名字的 是否落華那隻 就是做一些專利藥或者保健藥那些 就是有時候買東西 其實都會看到它的名字就知道那麼多了 是的 但是其他都不清楚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想找一些不確定性 可能大家可以看看這隻 或者看看一些個股 我也可以說一些酒趣的個股給大家聽 譬如醫療服務 第一個就是HCA就是一隻最大的 就是全美國最大的這一方面的龍頭 他做醫院的外科 下面那間是有趣的就是Cross Country Cross Country是它主要是幫一些醫院 或者醫療機構去請一些護士醫生 Temporary的 即是短期的 Temporary 是的,有趣的就是它這間公司 雖然很小 市值都是不過1 billion 但是其實它這一年的增長是很高的 即是反過來就是 其實市場對短期的人手調配是很不足 很需要這種服務 然後醫生和護士也都不是那麼容易找 其實他們已經有3網路 實際上是在這裡 如果你說在這個版塊裏面 想找一些有趣的跑得出來 可能這隻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Cross Country 是的,第二個醫療保險 這兩隻大家都認識 這兩隻大家都認識 那我不會再多說 譬如醫療設備 我想說一下就是Intuitive Surgical 有些人可能知道 Debbie有沒有聽過達文西手術機 有啊 是的,其實就是Intuitive Surgical 噢 所以它這一個是 增長力都非常強 這幾年 然後業績都非常好 亦都沒有什麼負債公司 雖然就貴了一點 但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它的活成學非常強 是 所以如果你想配置一些資產在這裡 我覺得這隻是不可小的公司 不可小 Matronic也很大 Matronic也很大 但是它的爆發性 就沒有Intuitive Surgical那麼強 即它都會有 它行內的一些對手 可以跟它打一下 但是Intuitive 這些真的完全 你全世界是找不到任何人 有些稀缺性 是的 另外生物科技 就Moderna和Abiva 都不用說太多 因為這兩間 因為我不認識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 放一些資產 我就寧願放一些 我覺得賺到錢的 例行和穩陣一點的公司 因為你是價值投資營的 是的 我知道你本身 我就很怕輸錢的公司 所以我就搞不定 那最後 如果大家什麼都不想想 就Johnson Johnson說 什麼都有了 好